每天忙忙碌碌的我 根本不想多讲一句废话 今天我们就来开箱测评一款迷你的破壁机 就是它 原来破壁机也是有迷你这么一说的 它不像传统的破壁机 有一个底座和一个破壁杯 它直接是两者合一了 所以说它就迷你了 嗯就是这个道理 结构非常简单 也没办法把它给拆现 因为它就像一个连体婴儿一样 你拆不了 唯一能做的就是打开它的盖子 打开盖子也没有什么其他多一只东西 就是一个不锈钢的容器 还有里面一个不锈钢的刀筹 其他就没什么特殊的结构了 功能方面的话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齐全的 它有豆浆 玉米汁 果汁 米糊 腐蚀 还有一个清洗功能 在功能方面呢 跟那些大型的破壁机 其实大同小异 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破壁机无非就这么几个功能吧 对吧 下面我们就来测试一下它的使用效果 怎么样呢 我打算做一杯果汁 用到的是苹果 香蕉 奶茶 把它们三者混合在一起 破一下壁 做出来的果汁应该别有一番风味吧 我把苹果切成小块 然后放进我们的破壁机当中 然后把香蕉掰成小段也放进去 再倒入适量的奶茶 哦 冻了丝滑 哇 好浓的奶酪的味道 盖上盖 接受破壁吧 开始 只用了两分钟就做完了 好快啊 哇 好香啊 一股奶茶的香味 为什么有点灰灰的啊 感觉有点像水泥 尝一下 味道还可以 但是我感觉它的颗粒感磨得还不是非常彻底嘛 还会有一点点苹果的那种很小的颗粒在 就是打磨的不够彻底的感觉 可能是我苹果切的那个块头还不够小 味道还不错 解渴 体验下来呢 我算是得出了迷你破壁机和传统的破壁机的最大的区别就是 迷你破壁机不光光只是从个头上迷你 它的功能上也是迷你了 也就是说它的破壁层面 它没法把食材切割到毫无颗粒感 它还是会有存在那么一点颗粒的 那么相对来说贵一点的呢 体积大一点的破壁机呢 那它就可以把食材充分的给破壁 让它们喝起来吃起来非常的顺滑 毫无颗粒感 我觉得这就是迷你破壁机和传统的大型破壁机之间的区别 最大的区别就是这一点 那当然迷你破壁机在价格方面呢 肯定是比传统的那种大型的破壁机便宜一点 如果你对口感方面没有太大的要求 或者你喜欢有那么一点颗粒的话 你可以考虑这个迷你的破壁机 毕竟它小巧 携带方便 适合出门携带旅游之类的 大型的破壁机呢 你就只能在家里用 就提供你怎么选择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给我点个赞加关注 如果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或者有什么新奇的东西想推荐给我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告诉我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